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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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被询问的女孩竟然一丝不挂 这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审讯 又为何在这样的场所 以这样的方式进行 她们想问出来什么 女孩又能说出什么 像这样不可思议的审讯还不止这一次 你以为警察不管了 继续写 问话的还是那对男女 她们从在出租屋里审讯过一个意思不挂的女孩 而眼前这个被审讯的人也是一个年轻女孩 她们不但用言语恐吓 而且留存了被害人的裸罩和裸体视频 致使受害女孩任期吞声不敢报案 直到2015年4月 被害人佟林的出现 她的报案还是这一系列恶性案件 终于从极度隐秘走入警方世界 2015年4月1日凌晨4点 被折磨了一夜的被害人佟林 跌跌撞撞的来到了公安局 情绪特别激动 语言也陈述也不稳定 断断续续说话说不清 再一个就是她的神情非常不稳定 所谓人陈述是嫌疑人有枪 拿枪顶着她了 而且嫌疑人给她上手铐了 而且还拿着一个电警棍击打她 在嫌疑人的住处发现有警服 警服上的警匣啊 这些都佩戴齐全 而且看见嫌疑人有这个 类似这个警察工作工的一个外皮 自称被警察吃枪 强力相见了 4月1日是一个略显特别的日子 这一天是西方的愚人节 同龄的报案很像是一个愚人节的社群 那么能不能是报案人 报案当中掺杂的一些水分 原先也有啊 就是包括说一些精神上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情况产生幻觉 假如说真要是说是发生这个事情的话 那应该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案发前几天 一个叫瑕士情深的男网友 通过聊天软件添加了同龄 并聊了几次 3月31日 报案前一天 二人约定见面 当晚6点多 男子应约来到同龄家楼下 同龄和室友一起下楼后 同龄直奔陌生男子的 白色越野车走区 这小公上车以后 你发现这个 成人两个人 一个是女业开车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男的 同龄分明约的是一个男网友 但车上却出现了另一名女子 对此 同龄已经觉察出几分异常 但是更加异常的情况随其发生了 一个男子 套出手铐 迅速就给他戴上 我是蒙光女的 你别动 不要喊 在给他戴上手铐的那一瞬间电话里 套出一把枪 顶在他的太阳穴上 到时候他马上就蒙了 同龄确定 这个以警察身份出现的人 就是他邀约的对象 他万万没有想到 虽然自己约见了一个陌生的男网友 但是怎么会招来警察呢 不过此时 他已经被这名男子牢牢控制住 他也想喊 也想反抗 但是人家那个空间实在是太小了 男子的话 用衣服 把他的头盖住 头蒙着 你知道我找你这么长时间 为什么要找你吗 这名男网友 为什么以这种方式找他 同龄被蒙着头 满心惊恐 不知道还有什么厄运挡着他 就在这时 同龄的手机突然响起了信息提示音 男子响过手机 神情突然紧张起来 就像他蹲在车里 低头 你别写 写来我就熟着你 你让他给你垫着 到了一个偏僻处 这位男女把同龄锁在车内 他不知道他们在车厢商认着什么 恐惧已经将他封锁 一个设防的安排 打乱了谁的阵脚 离起闪运 铺垫更邪恶的犯罪 裸体视频最终将为谁作证 非常审认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同龄被控制一个多小时后 自称是警察的一男一女 似乎商量出结果 上车后快速使敌 他也不知道这一男一女 要把他带到什么地方 他心里是非常紧张 非常恐怖 天完全黑了下来 同龄觉得自己可能活不活这一夜 那接下来的话也很可能有死亡感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他摆脱不了这两个人 同龄虽然惊恐万分 但也只能继续蹲在主驾驶座位后面 车又转了一个多小时 他也在走 我们也在想 为什么在车 这个车在街上一直都去了 比如说要去哪个公安局 或者去哪个派出所 那么直接去就好了 这对男女告诉同龄 他的问题要到安全屋解决 最终车停在了一个小区 据他反映是一个安全屋 到安全屋了 他心里会产生一些疑问 因为他被带着并不是公安局 也没有什么大门 也没上面写着什么 某某某派出所 某某某公安局 同龄的怀疑 让这对男女不得不对安全屋 做出进一步解释 就是公安局 警方根据同龄的描述 是否有警员这样的出境 通过我们排查警察这块 没有这个警察 往上去抓这个执行任何任务 警方根据同龄的描述 不仅无法确定 这一男一女的身份 也无法确定 这个安全屋的具体位置 房屋 地主在哪 那条街 那条路 他也不清楚 自从进入安全屋 巨大的惊恐和疑惑 让同龄激进崩溃 安全屋给他带来的不安全感 达到了极致 他看见沙发上 还是有警服 一些警衣 警用的一些服装和器具 警用品出现在居民楼 一间乱糟糟的居室内 结合这两个多小时的经历 同龄已经意识到 自己凶多吉少了 女人的话 你开始放在包 把她的所有的物品 都拿出来放在桌子上 包括有一些 有几百块钱 箱链 首饰 手机 步骤编辑的 我判你几年几年的 这种话 随后 同龄面对的是一场 采用非常手段的审讯 一男一女互相配合 一个审问 一个记录 留下了同龄个人 及家人所有信息 更出人意料的是 二人要求她脱光衣服 并对她进行拍照 那个男的告诉这个女的 说你去 上局里汇报一下 汇报一下 看看这事情怎么处理 这时候这女的就是 离开屋子 大概有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在这个期间 她就强迫她 强迫这个女孩 和她发生了新行为 新关系 至此 噩梦并没有结束 通龄百思不得其解 与一个陌生男网友约会 即使对方抱着 接菜接色的目的 也该收场了 过了半个小时以后的话 就是这个女的回来 进屋以后的话 第一句话就说是 局里的意见的话 就是 拘留 通龄听到这个结论 开始哀求 只能是哀求 你放过我 有什么事情的话 我能满住你 我肯定会满住你 通龄想 如果对方是警察 不能理解 警察如此执法 如果对方不是警察 为什么要用这套执法程序 来控制他 受害人基本上 已经达到他心里 一个坠地的防线 已经崩溃了 作为巨大惊吓中的当事人 是同龄的表受夸张 还是警察队伍中 确有其人 真正的警察 肯定不能做这些 荒唐的事 假如说要是真警察的话 那轰动力可不仅仅是 咱们那麦五次区业 可能全国都会造成 很大很大的轰动 那么警察队伍里 还有这样的害群之马 这还了得 所以这可绝对是 了不得的一件大事情 而且对这个警察队伍 对政府的公信力 也会产生 就是非常严重的影响 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 同龄已被这对男女 牢牢掌控 不过他们的要求还没完 问他现在有没有钱 报告人说没有钱 卡利呢 说卡利有 有多少钱 有两万 去求去 为了在取钱过程中 继续控制他 他们逼迫同龄在出门前 救着可乐 吞下被称为窃听器的 黑色药片 当时已过零点 对于同龄来说 离开安全屋 也许会有获救的可能 于是同龄选择冒险去取钱 同龄的做法 主官上虽然为自己脱身争取了时间 但客观上 但客观上也是嫌疑人一次比一次又多得逞了几分 夜里两点 在被折磨了八个小时后 统领终于被送回住处附近 受害人这种身份 灰色身份 你这个有这个不良的一些行为 你会顾忌很多 闲人采用手段 把这个就是受害人 基本就给整害怕了 不能再去辩解或者是反抗 所以他只能是赶快脱离这场噩梦 蹊跷的作案手段 让经验丰富的乌兰浩特行政人员隐约感觉到 这起案件的背后 一定还隐藏着更多的秘密 一点太多 需要我们迅速的采取一些行动和措施 把这层盖子揭开 一辆白色月夜 六个备汉警妹 一条微信搅乱布局 虚实身份出人意料 非常审讯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离奇的案情 特别的身份 都刺激着侦察员的神经 他们急切的要查明真相 尽管被害人和这对男女 有长达八个小时的接触 但是他提供不出有价值的线索 语言就刻刻画的听报特征 说不清 就是说得很笼统 比如说有纹身 或者是衣服 打扮上 头型上 口音上 很特别 很特殊 让他范围越小越好 这个圈子越小越好 越小越有力不安 这车辆往哪个方向行走 他说不清 而且是啥呢 对这个车辆认知程度 他又不行 由于统领惊吓过度 说不清两个嫌疑人的外貌特征 提供不出安全屋的地址 也不知道白色越野车的车牌号 唯一能确定的是 两名嫌疑人是本地口音和三十岁左右的年龄 我们就派出一组侦察员 马上就去他上车的那个地点去调取沿途的一些录像 没有人看到这个嫌疑 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嫌疑车辆 时间已经过去了四五个小时 同龄的情绪才稍有平复 侦察员反复询问同龄 此刻的他才慢慢回忆起一些细节 而警方恰恰从其中一处细节追问出一条重大线索 反映出该车的车牌号尾数 好像是MM004这台车 当晚通龄上车后 和他一起下楼的室友 悄悄记下了车牌号 随后用微信发给了他 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们也很高兴 不管他记得这个车号组不损 但毕竟的话它是一条线索 这一线索的出现 使案件有了重感的突破 但是由于嫌疑人当场抢去了同龄的手机 已知自己车牌号码暴露 很可能从此销声匿迹 把车主位叫出来 有一个叫焦某的 这个焦某非常非常巧 这个人我认识 我熟 当时辨认的这个受害人非常害怕 一眼才确定不了 我第一反应这样 如果要是这个人的话 曾经我处理的的时候 他是冒充城管的 那么他这次能不能冒充警察的 2012年 杨大队曾亲自处理过焦某的案件 焦某曾是在事实面前都不低头的罪犯 那么本案的嫌疑人 是否会是三年前的那个焦某 从他的神情来说 看见他就非常害怕 当时我说 我说为啥看他这个为啥害怕 他说好像是这个人 谁上上的 他嫌疑的码码应该是假大的 咱确定这个嫌疑车辆的车主 就是作案的嫌疑人 接到报案后的12小时 正在路面搜索的侦察员 突然发现了目标车辆 三分钟后 这辆车停在了一片平坊区 车上下来两难印尼 进到一个大铁门的院子 受害人反正嫌疑人有枪 但是咱们确定不了是真枪还是假枪 如果持有真枪的话 如果他第一时间发挥的话 有可能要开枪 关民警 因为这方面牺牲力很多 面对持枪嫌疑人 既要慎重又不能错失良机 杨大队果断做出了判断 穿的都是变装 他也不见得却助拿枪就射 那也不大可能的事 万一要是邻居 万一要是无关的人进行 谁要是奔路的 对不对 那犯罪嫌疑人他也不至于说是这个 莽造到这个程度 战机烧动即逝啊 就是也不允许你想太多 一个节目冲上去 思乎就进去了 我们有一种梦逐的一个侦察员 他是第一抓捕手 在嫌疑人没有防备的情况下 就把嫌疑人摁倒给床上了 恰好在这个时候的话 他们家屋里三四个人 正好马上又要围攻他们警察的时候 我拿枪出现了 因为他的母亲认识我 认识我 我即便不谅定身份 他也知道我是警察 曾经是我处理他的认识 这是无需质疑 我拿枪冲箭屋的时候 他妈那个 他母亲知道了 这是警察 这是洋队长 男嫌疑人到案 女嫌疑人是谁 藏匿何处 有着二十年行政经验的杨大队 一约觉察出 现场那名三十多岁的女子 神情异常 其外貌特征 与被害人的描述相似 在把这个焦某 从屋里往外带的这个时候 我走在后面 少了屋里基因 因为都是年龄大的 唯一的 就那么一个三十多岁的 或者三十左右的一个女子 事与不事 你得要把她带回来 关机关机学生 喝茶 这个女子名叫杨小英 就是刚刚同焦桥 一起下车进屋的女子 面对抓捕队员 面对杨大队 她给出了自己的态度 她什么都没说 她说行 我跟你们走 都啥东西 一件一件说 电锅哪来的 塑料车是个市场买的 电锅也是个市场买的 干啥用 直接说 昨天你用她干啥的 昨天用个装人 你是警察吗 不是 大大声说是警察吗 不是 你有手扣 扣谁了 扣昨天那个女的 用电锅 用电锅怎么的了 我见过她 强奸了吗 大大声说 大大声说 强奸了 都抢的什么东西 你大大声说抢没抢 大声说 抢的 你是人大代表吗 人大代表 或者证据不行吗 不是 不是是吧 我就是配合的 她比记上来的 就写的那你都是啥的 记上来的 我还记上来的 别人没记上去写 你又要试分账了 然后就等我去 在这上班 有证据工作吗 没有 你是爸爸的 你是 我不赢你 乌兰浩特市公安局 刑警大队的侦察员 正分别对这一男一女 进行审讯 而这对男女 正是曾对数个年轻女孩 进行审讯 实施犯罪的嫌疑人 他们不仅都用了手铐 在控制被害人的手段上 还无所不用其其 用电锅 他用电锅 就是电锅你得电锅有多少项 大概有 他拿到哪儿去 给他 半月多少项 半月 我说没瞅啊 这你就叫我多少项 你点多少项 那你怎么电锅 我还没有 四五项 嗯 我还没有六项 那电锅点四五项 电锅啪啪啪啪啪 想的你 你耳朵 耳朵 可以吗 保持什么 我去听我讲一声 你拿着电锅 然后我就除了四五项 在那儿除了 为了让被害人取救 这对男女还进一步采取了精神动客 在确定闲人身份之后 其实都松了一口气 就是公安机关 没有出现这种败类 排除了这对男女是警察身份 让侦察员无法相信的是 他们的关系竟然是夫妻 同伪夫妻 双方败场 缘和发生强奸案 真假警察 黑脸白脸 男女搭档唱双簧 非常审计 天网弹幕正在播出 我媳妇让她把衣服脱了 嗯 被她推衣吧 被她推衣服干啥事 干啥事要拍照 拍照拍啥事 是不是裸照 对了是裸照 后来发生啥事的 这对付 我跟她发生关系了 发生啥关系了 男女关系 男女关系 她是这样的吗 不是 不是这样的 她是因为害怕我 也算是被我强迫了 她说我跟她发生关系了 然后你得给旁边看着 我就得给旁边站着 就这种的 让人无法想象 在一起涉嫌抢劫 详尽的案件中 两个同案是夫妻关系 我也 反复交代这警察员 是这个夫妻 到底是真夫妻 假夫妻 还是同居关系 还是一种 其他的一些 非正常关系 两个人确实 确实合法夫妻 嫌疑人到案 需要破解的问题 还有很多 为什么这两口 能做这个事情呢 而且还是 而且是冒充警察 同时呢 还是 抢劫 还有一个枪奸 而且正常的话 妻子也不会允许 自己的丈夫 在自己面前 去侵犯 另外一名女性 这是不符合正常心理的 这究竟是一对 怎样的夫妻呢 2014年7月 娇乔和杨小英 在当地民政局 领了结婚证 2015年1月 两人办了酒席 不过 喜宴 只有一桌 她的朋友圈 我一个都不认识 我跟你说 结婚那条 我才认识点 那怎么 你的同事什么呢 一个都没来 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 他说 这个环境不是 给我同事来 到时候我单独安排 一句话就完事 喜宴之所以如此简单 似乎是因为 娇乔特殊的身份 因为她一直都 穿着警服回我家 我家所有人 都知道她是警察 娇乔从来不让杨小英 打听自己的事 尤其是当着父母的面 娇乔不让问 杨小英就不问 两人怪异的态度 必然是在掩盖什么 因为我的钱 全让她先走了 十多万了 把你养老钱都拿走了 我没不起 娇乔自己包裹的很严实 杨小英则开始自我麻痹 我怀疑过是怀疑过 但是我就自己把自己否了 我现在你说 那一生就行了 你说你都嫁上了 你为什么要怀疑呢 然后就没再去追究这事 结婚成家 是为了追求安稳的生活 而娇乔二人结婚后 却联手作案 在现场搜查中 警方发现了很多类似笔录的文字 在嫌疑人的手机上 还留存了不同女孩的裸体照片 和裸体审讯视频 受害人也相信 就肯定我 就认为我是警察了 通过假警察身份 对受害人进行 一些审讯的一些口供 签字画压的 一些材料 还有一些裸照 都掌握在我的手里 你不敢去报案 这类案件对于被害人 顾尽名声的考虑 多于对讨回公道的考虑 因此 报案率几乎为零 于是 警方根据搜查到的笔录和视频 倒查这些受害人 警方照上门时 他们还是不愿意配合争扎 证据面前 嫌疑人娇瞧 依然时刻否认 还有其他同类案件在身 然而 明察秋毫的侦察员 也从焦桥的用词中 打开了突破口 焦桥公诉作案工具 电棍 只用在了最后一期 既然自认有最后一期 显然前面还应该有案件 然而 嫌疑人杨小英的供述 爆出更加惊人的罪行 经核查 从2014年11月 到案发的2015年3月31日 这五个月间 有六名女性先后受害 这个 开车的是哪个人 这个 哪个 这个 你认为我们是小孩吗 你别称之我家属 主要他们是抓住啥弱点 就是抓住到小姑娘 怕痛的家属 涉事不深的 一些女孩子 对于公安机关的工作程序 工作流程 他们也不是很清楚 也不是很懂 如果要是很懂的话 他们就会迅速做出判断 一些细节 它不符合咱们这个真警察 工作的一些习惯规律 就这样 徐晓远取了两万块 所谓的罚款 交给了两名嫌疑人 多少钱 两万 现在他看着东西很容易 你可以一手诱 也可以一手诱 按你说的一句话 将来都会成为成长者 而且也都会成为 你具体的合作 或者不配合合作 我们其所的法律 2015年1月末 被害人魏佳晴 同样被这对夫妻 控制到了他们口中的安全屋 我说你是真警察 还是真警察 他说你看我不像真警察 我说我怎么能相信你是真警察 然后他说那你看我这身上 那有伤 他在肚子上是有伤的吗 对对对 然后就觉得都是因为说我带给查信息的 不知道 你自己让你出去 是还是不是 我应该回来 是 然后不大会的媳妇就回来了 他就跟我说 说那个他们领导能清楚我 说那个 如果说这样我骗了好了的话 就把我按理一下 对于魏佳晴来说 那是不堪回首的一天一夜 跟这个跟我同事同事一样 说那个没事 这都是同事 然后那女的也反过来 我说没事 我们俩都是同事 他说我怎么做 然后你们就照着做就行了 我就觉得他好像内心就是他想要的不止是钱 真的不止是钱 他在一直不间断 他在来一些别的女人 嫌疑人绞尽脑汁 迫使每一个被害人都进入了自己已经是违法者的角色 从而使被害人从被动转为主动酒败 我都感觉他碰我每一下 他碰着我每一次 我就感觉他狗样 就这样 娇乔和杨晓英这对夫妻 以相同的犯罪手段 将一个又一个女孩玩弄于鼓掌之间 把我带到他家 然后让走行 然后让把衣服脱了 他就是问我是要给我罚款 说五万块钱 你是罚款还是想别的照 我说你有别的办法就想别的照 没人给我拿钱 接下来发生的事 让疑惑的唐美完全无法相信 这是一个警察在执法 我可不用通过过网局 我直接给人了监狱 对一些我就是 我随时都能弄死你 不听我号就随时能弄死你 两个月前 唐美的室友徐秀元就有过类似的遭遇 而且唐美也以知情 尤其在自己也受害后 已经能判断出对方是假警察身份 但是他与此前的四个被害人一样 选择了沉默 他去我家的时候 他下来的时候就说我朋友也在这住 然后我就知道是一个人 假如说第一嫌疑 那个受害人就报案的话 很可能就没有第二嫌疑第三嫌疑发生 导致这个犯罪嫌疑人 非常嚣张 非常猖獗 说连续作案 无所顾忌 没有报案 这样呢 既没给自己讨过一个好的公道 应该说 没尽到一个社会责任 从接到报案 到嫌疑人归案 警方只用了12个小时 便终止了罪恶 继续发生 本案是有预谋的案件 被害人和嫌疑人的活动也都很隐蔽 乌兰浩特市公安局局长刘延平 一直致力于刑事案件中 打方结合策略的研究 针对这类案件 他提出了开门入户的防范措施 骗区民警逐门逐户去摸底 主动发现和掌握异常情况 这个也是我们下一步 可能要做的 要研究的一个课题 杜绝 一些出租 发生一些有法犯罪行为 女电业 我必须登记人 来几个人登记几个人 你再好的外科大夫 给你做手术 你还不如没病吗 你防好了 它就不发生 我们两个手 最近比较大的小时候 对吗 我可以看手 这一个问题 你会问 我 你就像一个 整个到一个大骗区 我太害怕了 第一 我是她丈夫 我没有尽到一个 做丈夫的责任 第二 作为一个男人 我没有承担 unstable 第三 所有的东西都我 不会感觉 boom 都是虚妙的 都不是真实的那感觉 只是她这个人 一是真实的 在我们家的 别的我都不知道 事实是假的 我最想跟她说她 我错了 她也错了 在被害人中 有的选择了外出打工 有的选择了结婚生子 经历了如此艰难之后 他们才终于明白 阳光下的生活 才是踏实的日子 诡异现场 交通事故背后 竟隐藏一起蓄意谋杀 情路坎坷 离异的男人 为了追寻幸福 不惜代价 危险逼近 为何每段恋情 他都会受到死亡威胁 为财 为情 疯狂的报复背后 究竟暗藏什么玄机 借不来的幸福 天网栏目近期播出